这样的方式 以前要什么FTP 那现在都不用FTP了 现在非常好用 直接怎么样呢 直接就可以把 这个网址分享出去就好了 方法很简单 就是 直接 这个 你一个资料 所以先建一个资料夹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夹 旁边一个箭头 共用一下 那记得选那个中间这一个 那选这个的话 我是没 我是觉得 没有必要 因为可能会因为这样会有很多人知道 OK那特定如果说你只是要自己用 或者是跟部分人使用的话 你可以选这一个 那储存之后 底下可以去加 对方的email信箱 所以像我 可能每一个 每一个阶段上完课之后 我会先跟同学讲说 我会把那个 关闭 也就是我不开放 但是 你们还是可以要求 也就是你们传送 将来点进去会变成 这样 就是要拥有者给你权限 那你就传讯息给我 那我就把你的email 放在这边来 然后可以变成什么 可检视 那你就可以看到 那如果可编辑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可编辑就是说 你也可以传档案到 我这边来 也就是说双向的 你们的东西也可以传上来 比如交作业 我之前有给同学交作业 那开个之下 就作业区 你也可以把你的作业传上来 没有问题 那以往要做这些事情 需要FTP 现在都不用 云端硬术就搞定了 所以这部分 我运用 其实我觉得 还蛮 蛮好用的 那至于你说那个稳定性 应该Google 使用到现在 我大概至少使用了 应该超过五年以上 还没有问题 发现过 那你说速度呢 基本上 应该还是比你自己驾站的快 因为你驾站的话 频宽 我要拉多少 如果你用企业等级的那个频宽 很贵 对不对 这个都不花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做很大的善事 对了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 这怎么说 因为以往你要自己驾站 花的费用 太高了 如果你租用的话 更高 现在这些 你把它转移过来 几乎都 没有费用的问题 而且用的很愉快 手机上也可以用 就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这可以善用 那没有用怎么样 其实可以 还是要使用之后 才会知道 OK 那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高效率方式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问题 问题一 问题一部分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 将来我们处理资料的方式 可能会有几个 那你们打开那个问题的范例 第一个我们可能遇到问题 如何 自动帮我把编号完成 有没有 1 到 这个底下 所有 但是会有个问题 我希望 除了说可以自动帮我完成之外 将来我输入的时候 假设 我今天 输入 这个编号 它要自动能够产生 什么样自动产生呢 就是当我输入一个 这个 一个 比如说品名 那它自动帮我带出什么呢 单价 跟 这个编号 有没有 这个我想很多同学都需要 只知道想要知道 另外呢 地区也可以用下拉式选单 甚至数量也可以用下拉式选单 因为数量有时候你要自己key 那如果说你下拉选单 假如说你限制 他有多少个 有没有 或者甚至在这边也可以自动完成 那这样你填一个资料 就会很顺手了 你会发现自动 反正也不会打错 自动增加一个 然后地区选一下 数量给一下 一笔订单就出来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种 输入资料的方法 但是这种方式 其实 坦白讲还是比较 不是那么的有系统 最好是怎么样 你可以再建一个什么 表单 这个表单 就在这边 你就不需要说 要在 储存格里面输入 而是在这边输入 也是一样下拉选单 也就是说 你就可以 不管这边 这边就专门是储存资料用 你就把输入的界面 放在这边 当这边输入完之后 自动帮你把 把资料 存在这边一笔 也就是说 资料归资料 画面归画面 不会混在一起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就是一样 选的你的 品名 自动会带出什么 带出他的单价 那 数量你给他一下 自动会帮你小计 自动帮你把这一笔记录 怎么样 传到这边来 按确定 没有 这笔就 而且自动帮你产生一个编号 而且你就不用管说 资料 反正就是输入就对了 好 那另外一个全部清除 就这笔 那你会再 再去下一笔 比如说他买CD 买20个 然后哪个地区呢 这个北区 确定 小计完之后 自动把资料带过来 好 那还有就是怎么样呢 这个是把 Excel 当资料库来用 Excel当资料库 但是也有可能 你希望 你这一笔记录 除了写入到Excel之外 你后面呢 还会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Excel资料库 你要去把 资料库 写到Excel资料库的话 你单笔资料 有没有办法 这边多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 把这一笔资料 写到资料库去 不过 你每一次都要 新增太麻烦了 看没有办法 全部贿赂 所以全部贿赂 你今天工作 比如说这边 也许你 工作表名称是 今天日期 那今天做完的事情 全部都帮你 贿赂的资料 不是 你下班前 再贿赂就好了 不需要每按一笔 就按一笔 这样子很麻烦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 全部帮你 贿赂出来 贿赂出来之后的话 再把今天的 工作表内容 删掉 就背到 资料库去了 那这种应用 比较多是 用Excel是 因为是比较个人的 就是说你自己 工作的内容 也是可能前台 也许有 十个二十个 那当然你自己的 东西你只有 只能查到自己的 可是如果二十个人的资料 全部要 怎么样 就要放在一起吗 对不对 不然的话 怎么办 十个人就 十个一次有档案 那十个一次有档案怎么办 你还要再去 复制贴上 合并在一起 麻烦 你干脆直接放在资料库 在资料库也可以在撈资料 这要怎么完成这件事情 OK 所以等一下我们讲 两阶段 第一个是 如果我今天 要能够 不做表单 输入资料 这是第一阶段 这是传统的做法 第二阶段是 我们要怎么样 建一个 表单 也可以把它启动起来 对 然后呢 可以把Excel当资料库 再来就是 Excel当资料库 OK大概会有这些 这个问题 可以 可以来做 另外当然延伸性的学习 还蛮多的 比如说 像我如何 像这边有各个类别 这类别有几个 我不知道 我怎样知道这边有几个类别 比如说 我要建一个清单 里面的话就是这里面 品名的 有几个 因为有重复的 所以我可以把 重复部分移除掉 然后或者是说自动怎么样呢 这边有几个品名 自动帮我建几个品名的工作表 资料全部都放过去了 自动帮你自动分类 按照什么 按照他的品名 或者按照地区 如果你按个 品名 他就品名 然后地区就地区 对 这样多好 以后的话 你要看什么资料 就自动完成 但是要怎么做 这是我们学习的 重点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第一个编号 然后底下的自动化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